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普通的出风口 但是正 不到25万的理想L6香不香 那其实在网上其实并不香 很多人都说啊这不好那不好 但是在线下呢你会发现很多人来围观还是蛮香的 你想想看花不到25万的价格 就可以拥有跟L789一样的外观还有内饰 是不是很香 只是呢在这个基础上面它少了哪些东西 像什么空气悬挂后排大电视啊等等这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是吧 那其实它是搭载了一个CDC的一个电磁悬挂 其实基本上底盘来说的话没有任何的问题 只是不能调节它的高低舒适性还是一样的 而且呢没有了这些冗余的设计之后 你的后期保养维富也会变得更加调理一点 再来就是它整一个车的外观你看到没有 跟L789都差不多那9是定位旗舰的大型SUV是吧 其他都是中大型它也是中大型 尺寸上并没有很快将达到5米几 但是也是接近4米9 轴距呢也是2米9以上的 所以说你不用去担心它空间不够用 它是正而八经的一台 跟X5差不多一个级别的车型 那L766一共有两个版本配置 一个是Pro版一个是Max 那期间呢是差了几万块钱而已 那最低配的这个Pro版本呢 它目前的价格是24万9千 而且还有一定的优惠 只要24万5左右就可以把它拿下 那么差了几万块钱差了哪里 首先它配置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只是在激光雷达冰箱以及它的扬声器 就整个音响架构有些不同而已 其他的不管是座椅通风加热按摩什么的 它的前后排都是拥有的怎么样 相不相24万多 那其实说到这里 这台车的一切都已经说完了 为什么这么简单 因为它的外观就沿袭了 它老大哥L789一样的造型 那它这样的造型 你是经过市场的一个认可的 那不然的话 它这些销量怎么来是吧 所以说它这一套设计 已经深入人心 也会觉得很简约 而且它设计的很大众 并不会像一些车型一样 设计的很好看 但是过于刁砖 并不适合所有人的审美 那这台车的外观 我想你看了之后 也会觉得它好看 那么内饰更不用讲了 也是跟之前的车型 外屏幕放在这里8295的芯片 相当OK 那就是这个方向盘 我觉得稍微大了一点点 如果它的仪表盘 是固定在前面的话 我想会更适合我的心 那虽然说 它这个集成在方向盘上面的小屏幕 我不是很喜欢 因为你转起来的时候 你也看不见有时候 但是呢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HUD抬头显示 里面可以显示的参数非常丰富 像你的导航啊 车道保持MOA 以及你的时速 都可以通过这个HUD去显示 那这一点还是挺好的 弥补了这一块 我小小的一个遗憾吧 那还有一点要说的 就是它的空调出风口 这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普通的出风口 但是正是因为它的普通 才得到了我的喜欢 因为现在很多所谓的新能源车 为了科技而科技 都是去学特斯拉那一套 五感风 或者说那种隐藏式的出风口 明明你空调出风口就在这里 没有隐藏起来 但是拨片它就不给你 要在屏幕上面去操作 那这一点真的是太烦眼泪了 而且你车机又没有人 优化的那么好是吧 所以你操作起来就很鸡肋 那这种普通的出风口 就很胜得我心 但这不是优点啊 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那么作为一台中大型的SUV的话 虽然说它的尺寸 不如它的老大哥 或者说L789这些车型 但是它也是超过了 2米9的一个轴距 所以坐在这里 腿部空间非常的充裕 纯明的第一台是吧 那它座椅后排 都是带座椅通风加热的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那中间这一排 虽然说没有通风 但是它同样具备了加热的功能 那这个头枕呢 也是非常的舒服 也是理想标志的一个存在了 很多人都会为了这个东西 特意上网去买 贴在自己的车上去 那这些都是给你标配的 那我们现在做这个版本呢 是高配的版本 也就是MAX版本 它是带冰箱的 那这个东西呢 我个人觉得可有可不有 那么几万块钱省下来的话 我觉得还是蛮香的 24万多 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 你看一下这个Type-C的 一个充电口60瓦的 这装配工艺似乎有一点点小瑕疵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展车的问题 那如果你是L6车主的话 把车提到之后 去检查一下这个位置 看一下这是不是个例 那么它的后备箱空间也足够的大 但是唯一可惜的是呢 下面没有一个下沉的空间 这一点让我稍微觉得有点可惜 不过没有关系 它支持座椅 电动放倒 电动的很缓慢 它不像特斯拉按一下 直接给你倒下那种 而是缓缓的 用电机给它放下去 那这个感觉还是挺高级的 那客观的讲 理想L624万9起的一个售价 它香不香 那我觉得个人还是觉得蛮香的 你想想看 在这个价位 你要能买到比它品质更好的SUV的话 其实并不多 那如果说你要拿标杆来说的话 那Model Y的话 它就内饰更不用说了 是吧 基本上等于什么都没有 虽然说它配置也挺高的 但始终给你那种温馨感 还是不如理想L6的 那其次呢 就是它的一个续航表现 那它纯电是212公里的 综合续航是超过了1300公里 也就是说当你开着它回老家的时候 四五百公里 哪怕是1000公里的路程 你也不用担心 在服务区节假日的时候 去跟人抢装排队充电了 是吧 不能非常灵活 能充电能加油 所以这台车还是蛮香的 那根据我们在店里了解到的情况 这台车目前来看的人最多 来下定的人也最多 你们觉得呢